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之前组长会举行一场祭祀来感恩上天 感恩圣湖赐给了他们食物 等到祭祀结束 组长下令的瞬间 所有人都会奋勇地跃到湖里 手快的可能瞬间就捉住了第一条鱼 整个节日现场如同战场一般 几万条鱼瞬间就会被抢个金光 他们捕到的鱼一般不会卖 而是带回家做给妻子孩子吃 毕竟这个国家实在太过贫穷 几条鱼或许就是家里人一年唯一的肉食 大概也正是这个原因 捕鱼节才能每年都如此疯狂 对此大家是怎么看的呢 好了 今天就和大家介绍到这里 下一期会得大家去看更有意思的地方 欢迎大家点赞评论 喜欢我就请点击视频右下角的关注哦